當這個網頁載入的時候,就要去執行程式 我就去執行這些程式,所以記得喔,page load這個地方要撰寫程式 那程式部分的話,我們要寫哪一些呢? 其實就七日十五頁這裡,如果你們要參考的話 第一個,先判斷說,它是不是第一次被載入 如果我們要寫哪一些呢? 如果是的話,才去執行 那怎麼判斷說,它是不是第一次被載入 這邊有個語法叫做,not 那is 這邊有個叫,is post postbeck is postbeck 這個not is postbeck 這個意思就是說,它是第一次被載入的 也就是說,我丟過來第一次被載入 如果第二次以上的話,就不執行就對了 在這邊你可以加一個註解說 如果是第一次被執行,你就用這個語法就可以了 然後呢,我要做什麼動作呢? 接下來我就把這個結果秀在什麼呢? 這個label output上面 那label output這邊,我們lbl taster taster txt 那等於什麼呢? 等於 就是 bmi 的值 然後去做計算 這邊的話呢,bmi 冒號 後面加上什麼呢? 這邊我們來 先做取得的動作 那我要怎麼取得 前面丟過來的東西呢? 這邊第一個,我就先宣告兩個變數 一個定一個h 夠點w 那可能有小數點,所以s double 或者s integer 可以了 我們這邊用double好了 這個是一個... 這邊還要再宣告一個什麼呢? 宣告一個控制項給它,tst s 假設我這邊在宣告一個tst 它是一個什麼? txt box txt box 把它宣告成為一個物件 這種宣告的方式比較特殊 我把它宣告成一個tst 也就是我接收的時候 這邊要是什麼?tst才能接收 這樣就可以了 我接收過來,它就變成一個tst